小妮子已經去到28歲這個運 她交入剛剛好交接運 正所謂男怕交女怕脫 本身交脫運就是一些比較不太好的時候的運氣 所以她的人生有些轉捏點 有些大改變 跟經理人拿回 轉公司 或者出路來講有些十字路口 有些迷惘 在這個情況下 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後面來講我看 她帶入了28歲後的運 就進入了一個財運 財運本身來講其實不錯 即是賺錢的機會是很大的 後面來講一路走都走水運 剛剛交水運 賺錢的機會大 但是過往來講是走土運的 八字本身來講 土是一種保護星 即是說過往十年是走一個保護運 即是說可能貴人或經理人 其實都幫到她 因為始終這個保護星是比堅的意思 即是說拍檔 去幫助資本身 令到強迫 這樣去賺錢 當然來講 逛股業財 當然利益是由人來分享的 後面的運 行水 行財 就可以獨享的 起碼財的形勢會強很多 是 現在 Training